另外來看宜蘭 有民眾是去到頭上的黑酒 吃海鮮 這兩份 不然去炒飯 說這是兩百四十塊 結果這個老闆 收一千兩百四十塊 就連這個量水也加收六十塊 現在老闆是有出品來解釋說 這是因為那天當下最過頭 不才會算得到 已經有得得錢了 現在小保管是來提醒說 在負責的時候就要先對小 加糖比面九分 有民眾到頭上 黑酒鋼海鮮餐廳 點不拉雞茶飯 標價兩分兩百四 不過是對手機減價 刷收一千兩百四 加收一千 飲料部分根本是五百 第二次算錢後 刷存四百四十 定義也加收六十 讓消費者去到婆婆天開手機 差不多四碗份 消費者是這個到點不拉雞茶飯 帶有四萬分量 消費者政府 如果真的要一千兩百四十 真的不少 但是出品開水 表示那天 用餐的人很多 所以算不到 已經退費差跡 店家向消費者表示失礙 不過這種的消費求分 在賣海鮮的魚鋼電話 尤其是部分海鮮是親當賣 但是國際標是失礙 沒有說每個人賣多少 第三相正義 所以那個什麼 那個他趁完的時候 你就要跟他確定說是多少價錢 那業者也要跟消費者講清楚 就說這條魚多少錢 那個什麼螃蟹多少錢 這樣子 就雙方都確定了 合意了之後再去捧煮 小伯家提起 消費者要派遣一點地消費進行 先家庭菜單表示介紹 跟料理費頂 連貨收費者當比喻結婚 但是也要穿車 跟消費者說介紹 合意了之後再進行告一 記者中華報道